拥有五星主厨首艺的阿龙斯 两年多年前回到花莲开业龙丝厨 以高级易发料理的厨艺搭配花莲原香食材 再创特色料理 吸引了海内外追随私厨美食的老饕到花莲来品味 而今年春天阿龙斯又把蓝宇达物族的飞鱼卵 融合在意大利面当中 再加一点分子料理的元素相当独特 拥有五星级易发料理主厨身份的阿龙斯 两年多前回到顾乡花莲开设了龙丝厨 除了让家乡民众有机会品尝到顶级的易发料理 他还坚持推广原住民特色 把他的料理加入许多原住民食材元素 因为我们原住民食材其实基本上 你说他种类很多 但是可以直接用在易发料理食材里面的 其实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像香气的马告或者辣椒 就是每个族群他可能有不同的味道或者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们会利用他们比较常用的食材去做变化 不管说是排餐或者意大利面 甚至在汤品料理 或许有些惊喜会藏在里面 今年春天阿龙师把兰宇达物族的飞鱼卵当作主要食材 创作了一份意大利面 最后再加上分子料理手法 呈现一盘在意识料理中又可以看到原住民风味的美味餐点 但是我也是一个机会在那个反核机会的时候看到了那个达物族 他们佐着他们传统的那个勇士的服装 其实他们是如此就是很单纯 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去他们都会去捕获那个飞鱼 然后我在想说利用他们的元素来制造一个 属于达物族的象征的意大利面 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外主厨 他们都在寻找新的食材 但是我们原住民的食材刚好他们还没有说很大的设略 在这个之前我觉得我有个使命是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融入进去一发料理里面 然后先做它稍微能够可能的未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而汤品还是当季的剑笋汤 一向以为清汤炖煮的剑笋居然可以和马铃薯打成泥变成了法式浓汤 融丝厨的特色料理 华联乡亲一定要前往亲自品尝体验 感受易发主厨对故乡的珍重与奉献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